华航企业工会理事长刘慧总等三人 多年前前户籍支持工会成员参选桃源市长 被依妨害投票正确罪判有罪定验 三人申请事件 司法法定是认定了条文核线 但也强调长期就业工作地点 可以认定有实际的居住事实 把全案废弃发回 高院更二审也参着了判决一职 今天是逆转改判无罪 全案还可上诉 多次上街抗议替劳工征权益 华航企业工会理事长刘慧总 五年多前与两名会员把户籍签桃源 支持工会成员参选桃源市长 被依妨害投票正确罪起诉 一度有罪定验 直到案件发回高院更二审 五号逆转改判无罪 虽然实际拘束的地点都不在桃源市 但是因为他们长期工作的地点都在桃源市 他们将户口迁到桃源市 并不属于虚伪迁徙 官司缠送多年 华航工会三人最终被判三个月行期 缓刑两年确定 申请适宪后才让原判决撤销 这回获判无罪不构成虚伪前护 最关键理由就是何一廷参逐宣法法庭裁判 对实际居住概念提出的这番意见 人民基于持续就业而与所处的地区 实质上建立政治社群的归属与认同感 也应该成为承认其在工作场所所在的选举区 拥有选举钱 面对选举的幽灵人寇 宪法法庭认为有必要采刑法手段 维护选举公平与民主正当性 但大法官也表示实际居住认定 因随时代眼睛放宽 不该单凭居家生活离界 在长期就业地点对政治社群建立归属感 也该被视为有投票基础 感谢法官做出一个正确跟符合潮流的判决 我们这个个案我们赢了 但是对于互接法所衍生的问题 以及不平等还依然存在 被告透过视线救济 虽然最终条文和线 却让全案翻盘 对判决结果 刘慧宗感谢之余也再次主张 候选人能任意签呼竞选 民众签呼投票 却一再限制 质疑根本双标 记者陈冠旬讲一讲台北报道 休息人 creature 受优 疫苗